他拥有最强盛的国力 他拥有最强大军队 他拥有最开明的政治 他拥有最久远的盛名 他就是唐朝 一个让华夏子孙魂牵梦绕的朝代 然而盛名之下 他也曾跌血宫廷 骨肉相谈 也曾而与我诈血与腥风 让我们翻开大唐289年的历史 听大语话说唐朝 本节目内容改编自王爵仁著作 血仙的盛唐 本书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可在全国各大书店购买 节草鲜花遍地愁 龙争虎斗 济世修 抬头五月楚 再看凉堂 浸汉舟 给您续上一杯茶 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 听大语茶馆之 话说唐朝 本节目是由东风标志 宾州诗瑞赛斯店 独家冠名播出的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呢 咱们说到 济亚宗室 玄宗整顿励志 奠基开源 摇虫鞠躬尽瘁 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 开源盛世这四个字 那就是和繁荣复述 一样的 直接的代名词 而事实呢 也的确是如此的 其他的朝代 咱们暂且不论啊 咱们仅以唐朝来看 开源天宝时期的 繁荣和复数的程度 在唐朝三百年历史上 那就是属于空前绝后 登峰造极 那么是什么 造就了开源天宝的复数呢 答案有两个 第一个是开源 第二个 可不是天宝 我说的开源就是啊 当然知道第二个词 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一是开源 二是节流 开源节流 换言之就是勤奋和节俭 要想赴 是献秀路 没有啊 要想致富呢 舍此别无他途啊 必须得开源节流 对不对 小到个人 大的国家 都是这样 是不是啊 也就是说呢 倘若没有开源 初期自杀而下的 一奢求俭 就绝对没有开源 中后期和天宝年间的 繁荣复数 其实呢 早在姚虫复想之初啊 所提的时事当中呢 其中一条 施政以仁义为先 对百姓呢 除了租赋之外 不得科取 停止建造佛寺道观 等等这些主张 就都包含了 一奢求俭的这个思想 开源二年七月份 为了改变自中宗以来的 风俗奢靡的这个社会现象 玄宗呢 就从自身入手 率先锤饭 开始了一场的 一奢求俭的改革运动 他下诏宣布 凡是宫中多余的车辆 服饰 以及各种的金银珠宝器具 都应该交由有关部门来销毁 一共军国之用 珠宝必欲锦绣绸缎 焚于垫钱 后非以下 一律不准穿戴 猪欲锦绣 三天之后 改革对象指向了文武百官 朝中百官的衣服上 腰带上 以及饮酒的器具马勒马凳上 三品以上官员可镶嵌鱼 四品官员可镶嵌黄金 五品官员可镶嵌白银 余下官员一律禁止 富人服侍及其夫 其子为准 所有的就有的锦绣绸缎段 全部染为黑色 自今以后 全国范围内一律不准开采猪玉 纺织锦绣 为者杖达一百 工匠杖达八十 同日撤销了西京和东都的织金坊 上游所好下壁渗烟 当年中宗离险 甚好享乐 那么就有了安乐公主 价值上亿的白鸟羽毛群了 并且引发了一场捕杀 珍稀鸟类的生态灾难 如今玄宗李隆基 以身作则 例行节俭 朝野上下自然就不敢奢靡了 在简朴持身 清廉为政方面 在相卢怀慎是最为人称道的 也堪为百官的表率 史称卢怀慎 是清紧减速 不应资产 虽贵为倾向 所得奉刺 随散亲旧 妻子不免饥寒 所拒不避风雨 开元四年十一月 卢怀慎病逝 家中毫无积蓄 一分钱没有 穷得连买棺材的钱都没留 他们家唯一一个老仆人 只好把自己卖了 用所得的钱 替主人把丧事给办了 堂堂帝国宰相 竟然困窘若此 为时令人不可思议 都不敢相信 如果史书上记载的 没有夸大其词的话 那么只能有两种解释 第一 开元初年的官员 俸禄菲薄 加之呢 这个卢怀慎为人 又慷慨好施 所得奉刺 随散亲旧 所以呢 才会穷到这个地步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第二种解释 玄宗为了树立清廉正风 故意塑造了这么一点型 以此作为教育官员 和百姓的活教材 但是呢 无论我们做何理解 卢怀慎生前的清廉和简朴 都是可以想见的 因为仔细想想啊 如果说他本人 确实不是个清官 为官不清廉 只要利用手中职权 适当搞那么一点点的灰色收入 无论他如何的乐善好施 总还会留下一点家底儿 绝不至于买不起棺材吧 此外 若非他本人确实是穷 就算玄宗想塑造典型 那恐怕也是无从下手 总不能故意扣卢怀慎工资吧 总之呢 即便说我们仅仅把卢怀慎 当成一个特例 但是仅此一例 也足以证明 咱们管中窥暴略见一般 开元初年的官场风气和社会风尚 确实要比中宗时代 健康和纯土的多了 除了卢怀慎以外 作为首席宰相的姚崇 在个人生活方面 似乎也 也是不想排上阴漏就简的 史书上说呢 他在担任中书令期间呢 在京城连一座宅地都没有 长期寓居在 长安大宁方的一座寺院当中 和卢怀慎穷得买不起棺材一样 姚崇呢 寓居寺院之事呢 也同样让人难以理解 难道说玄宗真的节俭到 舍不得赐给宰相一座房子吗 就算说天子不赏赐 难道姚崇自己围观数十年 三次出任宰相 又有好几个儿子在朝围观 并且还颇有些灰色收入啊 我们说的是他儿子 不是姚崇自己啊 说这样还凑不起钱 买一座下上的房子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稍后呢 我们就将讲到 就是因为姚崇那两个宝贝儿子 还有他一个心腹下属 贪赃受贿被揭发 姚崇才被迫引救辞职 除此之外 据旧堂书姚崇传里边记载 姚崇临终前曾分齐田园 令朱子之各守其分 可见姚崇生前呢 并不缺财产 自然也就不可能买不起房子 所以他预居寺院仪式 基本上可以认定是在作秀 是为了配合一奢求检的改革运动 而不得不这么做的 说白了 这就是一场政治需要 政治表演秀 然而就算这只是玄宗和姚崇 为了教育官民而安排的一场政治表演秀 可一个堂堂的宰府重臣 能够长期摒弃个人享受 指首席宰相的体面与不顾 在三年多的任期内 始终住在条件简陋的寺院里头 这样的表现 不也是很难能可贵的吗 如此用心良苦的秀 不也恰好能从侧面反映出 玄宗君臣的自律 谨言和刻苦吗 是吧 一场秀能做三年甚至更久 这不是更好的一件事情吗 无论说姚崇啊 身后留下了多少财产 也无论说玄宗中年以后 我变得如何的奢侈纵欲 总之呢 日后的大唐沉迷 应该都不会忘记 在开元初年 有一个历经图治的年轻天子 主动放弃了许多帝王应有的享受 有一个清贫宰相 穷得伺候连棺材都买不起 还有一个蜗居宰相 你在偌大的长安城里 找不到一座属于他的宅地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 假如没有开元初年 玄宗君臣携手同心奠定的基业 也就没有后来那一页 歌舞升平的盛世华章 也就没有那一个浸天秀地的 威威圣堂 卢淮慎病逝之后 玄宗又提拔上书佐成 这个元前耀入相 充当姚崇的副手 和卢淮慎差不多 元前耀呢 拜相之后啊 也是一切以姚崇的意志为转移 基本上没什么个人主张 每当他上殿奏事符合玄宗心愿的时候 玄宗就说了 嗯 这肯定是姚崇的意见 而凡是玄宗觉得不满意的时候就会说 哎 你干嘛不和姚崇多上了上了 这元前耀呢 也真是晕死了 碰上如此偏心武断的皇帝 也只能夹着尾巴 干当卢淮慧身地盖的 所以无论皇帝 对他所奏之事满不满意 啊 元前耀呢 哎 都是这个老老实实的 向玄宗表示歉意 并且承认事实上就是皇帝所说的那样 孤儿呢 每当朝廷有什么重要任务啊 玄宗总是催促元前耀呢 哎 去网集寺找姚崇 你上网集寺找姚崇去 卢淮慧去世不久呢 姚崇患上了瘧疾 啊 便向玄宗告假 玄宗急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天天派宦官去网集寺的慰问 最多的时候 一天派出好几十个去 往往是前面一波宦官没走 后边一波来了 元前耀就觉着大家天天往网集寺跑 也不是办法 是吧 就跟玄宗建一 是这个姚崇啊 从网集寺迁入皇城内的四方馆 就是皇家礼宾馆啊 就等于是这个 呃 皇家的这个 呃 内参宾馆 哎 上这来居住 是吧 那么这样既可方便皇帝问询 又能让姚崇有较好的环境来养兵 玄宗皇帝一想 这也不是不可以 非常好 啊就同意了 可是呢 姚崇不干 他理由是什么呢 说四方馆呢 存放着许多重要的点击和文件 如果让一个人病人进去 哎 余力不合 所以坚决推辞 玄宗一听就急了啊 设立四方馆是方便各国朝贡使节 让你住进去是有利于设计的 朕恨不得让你住的工程大内来 去去四方馆 有什么好推辞的 史书上啊 没有记载姚崇呢 后来是否住进了四方馆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了 就算说姚崇住进了四方馆 没过几天就得再搬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那仕途啊 到头了 我们之前刚才也就讲过 导致姚崇下台的表面原因呢 出在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下属身上 姚崇的这个长子啊 叫姚仪啊 就仪族的那个仪 官任呢 光禄少卿 就是主管宫廷膳食的副部长 次子呢 叫姚仪 哎 官任呢 宗正少卿 就是主管皇族事务的副部长 啊 姚崇为官 对自己还是比较高标准言要求的 只可惜呢 姚崇对儿子管教不言 这俩兔崽子呢 仗着父亲是皇帝最倚重的首席宰相 长期的广东宾客颇受一窥 啊 几年前呢 就曾经因为啊 请托未知谷而差点惹出祸端来 哎 姓赖这个姚崇啊 机警才没出事 但是他们却没有因此收敛 而是照旧的我行我素 哎 这个招权纳会 因而呢 颇受当时舆论的谴责 除了对儿子缺乏管束 姚崇呢 对自己的亲信下属也过于纵容了 他有一个秘书啊 就叫主书从七品的这么一个官 名叫呢 赵慧 啊 教慧的慧 收受胡人的贿赂 不料没多久呢 让人给告发了 玄宗对这件案子极为重视啊 亲自审问 结果发现案情属实 于是乎呢 就把这个赵慧啊 逮捕下狱 并且判了死刑了 那本来这件案子呢 和姚崇没什么直接关系 崇其量也就是 哎 负一些间接的领导责任啊 教导部延案之类的 这么一个情况 怎奈姚崇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竟然出面营救 你这不是自己找的吗 由此呢 那玄宗就非常不高兴了 不久呢 朝廷恰好要大赦 玄宗看得姚崇面子上呢 特别在大赦赵书当中啊 就把赵慧名字给标出来了 下令免其死罪 赵拿一百流放灵弹 尽管说皇帝给足了面子 可是姚崇还是步步痛苦的意识到 经过这件事之后啊 自己在玄宗心目当中的形象 已经大大折扣了 倘若不在这个时候急流勇退 万一那两儿子 贪赃拿会的事实再被揭发 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了 思虑极此 优惧不安的姚崇 不得不向玄宗提出了辞职请求 并且提出来不止一次 同时呢 姚崇还向玄宗 郑重的推荐了一个人 作为自己的继任者 那就是时任广州都督的宋景 开元四年认十二月 玄宗接受了姚崇的辞职请求 免除了他的宰相之职 改任的开辅一同三四 同时呢 将这个 呃 元千耀呢 罢为经兆尹 吸精留守 姚崇被罢相一事 乍一看似乎有些不可理喻 哦 就因为欺贫小文术受贿 就罢免了一兢兢业业 精明强干 对帝国政治有突出贡献的宰相 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呀 其实啊 无论是赵慧的王法求财 还是姚崇两儿子招权纳慧 都不是导致姚崇下台的真正原因 道理很简单 打狗得看主人 倘若玄宗啊 仍然倚重姚崇 仍然寄望于他在宰相任上 多做一些贡献 那么就算赵慧和姚氏兄弟 杀人放火 奸淫裸掠 是吧 只要他们不是阴谋造反 玄宗大都可以呢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又何必非把姚崇的宰相 乌纱给摘了不可呢 所以真正的原因就是啊 玄宗本来就已经有了 罢免姚崇之意 赵慧受贿的事实 只是恰好让玄宗 拿来当一个借口罢了 在赵慧这一个案子当中啊 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足以让我们窥见 玄宗的真实意图 那就是当赵慧东窗事发时 玄宗居然以天子之尊 亲自审问 一个从欺品的小官 收受了胡人的贿赂 天子亲自审问 这何常理吗 如果不是玄宗 存心要抓姚崇的小辫子 一个小小的欺品文书受贿案 何须劳驾的皇帝大人 亲自出马呢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 玄宗这么做 目的就是要敲山镇湖 换言之就是 故意抓一条狗来打 让主人瞧瞧颜色 我干二牛打你的狗了 你注意点 可是姚崇一直在宰相认上 干得好好的 玄宗为什么忽然要把他撸了呢 这就要涉及到玄宗的用人之术了 玄宗任用宰相的原则呀 基本上可以以六个字来概括 哪六个字呢 专任而不久任 作为专任 就是一改大唐立国以来的 这个集体宰相制 把宰相名额控制为两个 一主一辅 比如玄宗先后为姚崇 配备了两个副手 前面卢怀甚就被称为半石宰相 后来的袁前耀呢 也同样是唯唯诺诺 姚崇卸任之后 宋景继任首席宰相 他的搭档啊 以照旧呢 也是一个陪衬之人 这种绿叶配红花的 这个用人原则呢 正是玄宗啊 刻意而为之的 他故意的 他就是不让一个人呢 长时间的 这个能够呢 有集权 是吧 他目的就是要把朝廷大权的 全部集中到首席宰相 一个人的手上 之所以要实行这种专任制 就是因为玄宗亲政之后啊 所面临的是一个 百废待举的政治局面 所承担的主要历史任务 就是拨乱反正 所以 只有让一个能力突出的宰相 独揽朝纲 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避免集体宰相制 常见的这种推诿 扯皮等等 这种低效的现象 但是专任制有两大副作用 一个是宰相大权独揽 最终必然导致皇权受威信 第二个就是 一人执政 必然导致整个政治运作 过多的带上个人烙印 从而呢 日久生弊 这就有弊端了 那么要消除这两个副作用 最简单也是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 不要让这个 手握大权的宰相干太久啊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姚崇被霸相啊 绝不是偶然事件 而是玄宗皇帝 深思熟虑的结果 姚崇虽然离开了 帝国的政治中枢 但是在后来的几年里啊 玄宗对他 依旧是礼遇慎龙 仍令其五日一朝入阁供奉 在许多大政方针上呢 还是要征求他的意见的 开元九年 公元七百二十一年 姚崇病逝 享年七十二岁 死后赠扬州大都督 嗜好文献 那么这个高校务实 简朴的这个新政风啊 终结了自神龙政变以来 混乱不堪的政治局面 同时呢 姚崇的这一政治作风呢 也是把帝国引上了一条 健全的发展轨道 为盛世的来临 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那么姚崇死了以后呢 在姚崇被霸相之后呢 就已经推荐宋景 来做这个宰相了 宋景呢 是在开元四年底 被玄宗征召入朝的 最初呢 是受刑部上书 赐月呢 决任这个世忠 当时呢 这个官名叫黄门坚 坚立部上书 正式入相 是在这时候 玄宗给他配备的副手啊 是中书侍郎啊 当时呢 这个官名叫紫威侍郎 叫苏廷 和姚崇一样 宋景也是三朝元老 素以港界有大捷 当官政策著称 五周时期呢 曾经为了弹劾二章 于武则天呢 是面折停征 以至铁腕无情的武则天 虽内部容之 也不免要但其公正 从宋景回朝之初 发生的一件小事 就足以看见宋景这个人 刚之不阿的这种性情 什么事呢 当时啊 宋景从广州回长安 临近京师的时候呢 玄宗啊 特意派遣心腹宦官 杨思绪呢 出城迎接 宋景一路上 竟然不与杨思绪啊 攀谈半句 啊 杨思绪呢 回宫之后啊 确确的就跟这个玄宗 禀报 是吧 是这个宋景真是啊 官大了 这怎么着呢 还不理人 这什么情况啊 这是对不对 哎 这有问题 对不对 玄宗听完也感叹良久 他知道宋景 这是在恪守啊 外臣不与内观交通的准则 于是内心呢 就开始对他愈发敬重了 作为姚虫的继任者 宋景在国家大政方面呢 大致是继承了姚虫的路线方针的 基本上可以说用一句成语来形容 是萧归曹随 但是在具体的执政风格上呢 他却和姚虫有着根本的不同 史称 虫善应变 故能呈天下之物 景善守闻 故能持天下之政 对姚虫来讲呢 只要大方向是对的 他可以不择手段 是不是 直着走是罗马 绕着圈的走也是罗马 都可以 条条大路通罗马 所以他身上呢 颇有些全眸的色彩 而对于宋景来说呢 只有原则 这是底线 是最重要的 是不可以逾越的 什么事情都要讲究一个规矩 法度 是非取之 无论是皇亲国戚 还是天子本人 在这点上 盖不能例外 其实宋景和姚虫的不同啊 并不是偶然的 玄宗李隆基正式发现 姚虫执政过于全变 担心日久呢 生病 这才会启用 善于守政的宋景 以此来弥补姚虫的缺失 矫正朝廷的风气 宋景拜向之后的 第一个重要举措 就是恢复了 废迟已久的 建官义政制度 那么 这个建官义政制度 究竟能发挥 什么样的作用呢 宋景拜向之后 除了在这一方面 又做了哪些事情 为开源盛世的到来 做了哪一些准备呢 与之后事如何 且听 下回分解 公司 大leased 下回 延伸 来 下回